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盘点8590后女演员白玉兰提名 杨子坛松韵两位九十花 赵丽颖三次 在影视界 白玉兰讲无疑是一座璀璨的灯塔 引得无数优秀演员竟相追逐 她不仅是对演技的认可 更是演员事业高峰的象征 而当我们把目光聚焦于8590后的女演员们 一个现象尤为引人注目杨子 谭松韵两位90后花旦 以及赵丽颖这位三次提名的85后王者 她们在白玉兰舞台上绽放的光芒 无疑展现了新时代女性演员的无限可能 杨子90后实力与人气的双重象征 在众多90后演员中 杨子无疑是最为耀眼的一颗星 从童星出道 到今日的演技派代表 她的成长历程堪称励志典范 2023年 杨子凭借在《长相思》中饰演的小妖一角 荣获白玉兰提名 这不仅是对她演技的肯定 也是她近年来厚积勃发的最好证明 从《香蜜沉沉浸如霜》 到《亲爱的、热爱的》 再到《余生请多指教》 杨子用一部部作品证明了自己在 演技与流量上的双重实力 她的每一次亮相 都如同绽放的花朵 让人为之动容 谭松韵 以演技说话的90后新势力 同样是90后 谭松韵以她独特的演技魅力 在影视圈中开辟出一片属于自己的天地 在31岁那年 凭借《以家人之名》中的《李尖尖一角》 谭松韵获得白玉兰提名 成为第一位获得该殊荣的90后女演员 她的表演自然流畅 能够深刻把握角色的内心世界 让观众在欣赏作品的同时 也被角色的命运所牵动 从锦衣之下到《以家人之名》 谭松韵用她的演技证明 实力才是通向成功的钥匙 赵丽颖 三次提名的《八五后王者》 当谭到赵丽颖 我们不得不提及她在白玉兰奖的卓越表现 从29岁的《花千古》到32岁的《盛宁兰》 再到36岁的《许半夏》 赵丽颖三次提名《白玉兰》事后 每一次都展现了她演技上的成熟与蜕变 她的作品 无论是古装剧还是现代剧 都深受观众喜爱 而她本人 也成为了收视率的保障 赵丽颖不仅有着出色的演技 更有着对角色的深刻理解和诠释 这使得她在众多女演员中脱颖而出 成为《八五后》的佼佼者 从提名看演技派的崛起 从《白玉兰》提名名单中 我们不难发现 无论是杨子 谭松韵 还是赵丽颖 她们的成功并非偶然 在流量至上的时代 她们用实力证明了演技的重要性 她们不仅在作品中展现了卓越的演技 更在观众心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三位演员的提名 不仅仅是个人荣誉的象征 更是新时代女性演员风范的展现 结语 时代在变 演技长存 在这个快速变化的时代 杨子 谭松韵和赵丽颖 用她们的演技和作品 向我们证明了真正的实力 是不可替代的 她们在白玉兰提名中的表现 不仅为自己赢得了荣誉 更为所有追求演技梦想的演员 树立了榜样 未来 我们有理由相信 她们在影视道路上的光芒 会更加璀璨 为中国影视界带来更多的惊喜与感动 白玉兰奖提名背后的故事 每一次提名 都是对演员心情付出的认可 也是对观众期待的回应 而白玉兰奖的提名名单 更像是一面镜子 映照出影视行业的发展趋势 8590后女演员的崛起 不仅是个人才华的展现 更是影视行业多元化 专业化发展的体现 让我们共同期待 在未来的日子里 中国影视界能够涌现出更多像杨子 谭松韵 赵丽颖这样的优秀演员 用她们的作品 讲述更多感动人心的故事 在影视的星光大道上 每一位演员都是一颗独特的星星 杨子 谭松韵 赵丽颖 她们用实力和才华 在白玉兰的舞台上熠熠生辉 成为了新时代女性演员的典范 未来 让我们一起期待她们更多精彩的作品 以及中国影视业更加辉煌的明天 以上内容 通过深入解析8590后女演员 在白玉兰提名的历程 不仅展现了杨子 谭松韵和赵丽颖三位演员的个人魅力 与职业成就 更是突出了演技对于演员职业生涯的重要性 文章结构合理 层层深入 旨在向读者传达积极向上的正能量 同时也让读者对影视行业的发展有了更全面的认识 展现了中国影视界未来的无限可能 2.谭松韵 娱乐圈的甜美还是隐藏女王 谭松韵 她凭借着甜美的外貌和出色的演技 在荧幕上塑造了一个又一个鲜活的角色 但真实的她 究竟是怎样的存在呢 是娱乐圈的甜美还是隐藏女王 让我们一起来深度剖析谭松韵的多面魅力 首先 咱们的说说谭松韵那甜到后的外貌 她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 甜美的笑容和清晰的气质 总是让人忍不住多看几眼 每当她出现在镜头前 仿佛整个屏幕都被她的甜美气息所包围 但话说回来 谭松韵啊 你这甜美的外貌是不是也让你在娱乐圈里受到了一些特殊待遇呢 比如更多的角色机会 更多的粉丝关注 还是说 你这甜美形象其实是你刻意营造的 以此来吸引更多人的眼球 当然啦 除了外貌之外 谭松韵的演技也是备受认可的 她凭借着出色的表演技巧 将各种角色都诠释得淋漓尽致 无论是青春校园剧里的活泼少女 还是古装剧中的温婉女子 她都能轻松驾驭 但话说回来 谭松韵啊 你这演技是不是也有水分呢 有时候你在戏里表现得过于夸张 或者过于平淡 是不是因为你在刻意追求某种效果呢 还是说 你这演技其实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除了外貌和演技之外 谭松韵的个性也是备受关注的 她在镜头前总是那么活泼开朗 亲切可爱 但在私下里却是个十分低调 内敛的人 这种反差萌让人们对她更加好奇 谭松韵啊 你这性格是不是也是刻意营造的呢 还是说 你其实也有着自己的烦恼和困扰 只是不愿意在镜头前展现出来 当然啦 作为一位女演员 谭松韵的感情生活也是备受关注的 她与多位男演员合作过 也传出过不少绯闻 但每次绯闻传出后 她总是能够迅速澄清 让人们对她更加佩服 不过话说回来 谭松韵啊 你这感情生活是不是也太低调了点吗 作为公众人物 你是不是也应该适当分享一下自己的感情经历呢 还是说 你其实有着不为人知的感情秘密 总之啊 谭松韵这位女演员真是让人又爱又恨啊 她那甜美的外貌 出色的演技 独特的个性和低调的感情生活 都让人们对她充满了好奇和猜测 但无论如何 她都是那个独一无二 充满魅力的谭松韵 期待她未来能够继续为我们带来更多精彩的作品和惊喜 同时 也期待她能够保持自己的真实和个性 成为娱乐圈里的一股清流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